表面上无人驾驶出租车打碎了百万司机的饭碗生计 背地里暗流涌动 既是国家对本土市场的保护 也是国家自动驾驶乃至新能源市场的生死博弈 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在14年前就开始了 2010年 谷歌率先启动了无人驾驶的汽车项目 并在激光雷达领域取得了关键成就 而中国对于自动驾驶的认知还停留在书本里 三年之后 特斯拉也开始布局研究自动驾驶技术 而此时的中国企业才后知后觉 于是才有了百度小跑进场 先是开始自动驾驶的研发测试 为了追赶三年的差距 接着便是不计成本的投入 11年间 我们在无人驾驶领域投了将近1500亿 迭代了足足6代 测试总里程超过2100万公里 斩获了3400多项专利 而特斯拉FSD的研发也非常成功 是一种不需要高精地图 也不用激光雷达 完全基于纯视觉模型的自动驾驶技术 双方在无人驾驶技术上难分伯仲 11年的养精蓄锐 大战一触即发 16年 马斯克决定将Robotaxi 也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的项目 作为特斯拉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而有意思的是 在马斯克做出这个决定不久后 安徒 小马智星 文远智星 蘑菇车连 都开始了对自动驾驶技术的自主研发 布局Robotaxi 看到这 你估计也能大概猜到为什么百度的无人驾驶要叫萝卜快跑了 会的 就是在特斯拉还不能进入中国市场前 提前抢占用户心智 技术上没法拉开的差距 那就在商场上拉出来 21年 萝卜快跑率先抢跑 在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等多个城市 开展商业化运营 22年之后 蘑菇 小马 安徒 如期等国产无人驾驶 都分别做好了日常化和商业化运营的准备 更巧的是 在国内无人驾驶出租车 初见成效的今年特斯拉那边才终于获得了在中国FSD落地的监管批准 今年的4月28日 特斯拉又通过了国家汽车数据安全合规要求 回国之后 立刻宣布 Robotex 将于10月10日发布 预计在今年年底前进入中国市场 至于 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发布检测合规的通告 为什么又是在这个时候允许特斯拉进来 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 我们没办法阻止科技的进步 更没办法永远阻止外来萝卜的进入 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本土萝卜先忍一步 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 无人驾驶出租车会抢走饭碗 毕竟无人驾驶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建立 因此无人出租也只能实现区域新运营 必然不会有大规模替代人类司机的情况 就像无人超市出现这么久 也没取代超市一样 任何高新技术的发展 必然是有漫长的缓冲期的 哪怕在争议声浪最大的武汉 目前其实也只有400多辆无人驾驶出租车 占日均运营网约车的比例不足2% 对网约车司机们压根够不成威胁 无人驾驶技术真正会影响的 只有国产新能源的未来 国产新能源历经无数心风血雨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但只有此时此刻才算得上是 计分高下也决生死的关键时刻 如果你觉得小米造车 只是为了下场性能源抢蛋糕 那你可能根本就没有读懂小米的野心 红米 素期 性价比 智能家居 这些都不是小米的秘密武器 只有智能生态链 才是小米做一家科技公司的真正底牌 这是小米生态链企业统计名单 密密麻麻全方位覆盖大家的衣食住心 但就这都还是不完全统计 小米的智能生态布局 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 这一年的小米 虽然在自己的编年史上是一片空白 但发生的基本都是核弹级大事 比如红米手机发布 速清中国山寨机 再比如小米去高通化 开始自研芯片等等 虽然这一年 红米手机帮小米打下了半壁江山 但联军意识到 小米终归是营销强研发弱 想在科技领域长久立足 是远远不够资格的 相比华为每年千亿研发成本 小米的研发投入只有90亿出头 隔壁海斯芯片十年磨一剑 而小米的澎湃S1芯片 太死不忠 澎湃S1又没有多大水花 造星之路阻力重重啊 所以13年 雷军下定决心 要以手机为中心 搭建小米智能生态链 另辟蹊径杀出重围 于是雷军决定 兵分三路来投资 第一步就是顺维资本 雷军以个人身份 对自己感兴趣的企业展开天使投资 像蔚来汽车的第一个投资机构 就是顺维资本 第二步 小米科技 以小米公司的名义 投资并孵化科技公司 小米出人 出钱 出供应链 保姆是未养 第三步 创立长江小米产业基金 投资世界一流组建及制造公司 四个字 只要精锐 三种方法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快速在各行各业 复制出小小米 小米通过共享品牌红利 用户红利 渠道红利和海外红利的方式 六年时间总共投资了近900多家公司 从手机周边 智能硬件到生活耗材三个方面 搭建了一个完整的手机生态链 顺便还给各行各业 来了一次价格回归 把千把块的智能手环 干到了79块 把3000多的空气净化器 干到了三位数 把1万的平衡车 干到了2000 把4、5000的空调 干到了1000出头 除了带来价格优势 生态还是通往未来的门票 不然隔壁华为 为什么费尽心思做红猫 苹果花光1000亿也要造车啊 就是因为生态 是未来科技的主战场 但华为苹果 目前只停留在第一第二层 仅仅只是围绕移动做生态 而小米则是抢占了先机 生态覆盖更广 已经进化到了人车家的生态模式 未来小米只需要利用好生态链 就能让算力在设备之间灵活流通 比如手机卡顿算力不够的时候 能主动调用车载芯片 扫地机器人遇到了盲区 就调用家里其他的红外线设备 小米背后的900多家生态链公司 注定会让小米越来越强大 甚至有硬钢华为苹果资格 未来科技之战也必然是 从卷手机过渡到卷生态 而现在牌桌上 仅有小米苹果和华为三个人 你们觉得小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吗 诶 那个是衣柜吗 不是哦 这个是冰箱 这个一定是冰箱哦 不是哦 这个是衣柜 哇塞 这一桌全球最大的会展 就是会比广交会展馆 好 我们今天要逛的呢 就是在这里举办的 2024年广州建博会 它也被称为 全球家居建装行业第一展 今天就让小米带你去看看 怎样建出一个你梦想中的家 公有四把光达高 新有四把光找光 对于全物家最正能品牌 它目前呢在家屏幕开阳光 就连打雷大人都给你安排 还能在家躺着看齐光 这不比问候空牌的猫有意思啊 罗根志呢 你看一下这个布林马拉的遥控和开端 像不像哆啦A梦的口袋一样 可以满足你各种奇怪的定层需求 而且大家所有相片都跟艺术品一样 你可以不满 但是你很难过喜欢 但是谁家亮一架 都会自己红干衣服了 我爱感应 一抬手踏着往上走 那不就妥妥地回南天神区吗 哇 这里怎么还有360啊 红一大叔 互相在网上护你安全 现实里要用门锁护你周全 落成门锁 它的AI视觉不仅能帮你检测出儿童出门 还能帮你扫描包裹 而基本的双生物识别 掌筋脉解锁3D人脸 统统不在话下 那就好比现代的你 拥有了一部古代的门头 还一天24小时不在休息的那种 好啦 今天看这么多下来 如果全都搬回家的话 小美我真的会爽到笑心 不知道雷粽不粽一样 评论区来聊聊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